近日 首批7款智能网联汽车在重庆高新区进行试跑 包括自动驾驶通勤车 低速无人售卖车 低速无人配送车 低速无人安防巡逻车 预计这些车型将在8月底正式投入运行 记者在重庆高新区对外合作交流中心附近看到一辆通勤车正在道路上调试 它不仅能够实现自动行驶 还能根据道路实施情况进行加速 变道 减速等操作 这辆自动驾驶通勤车之所以如此聪明 依靠的是车路云一体化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方案 这项技术通过道路两旁的毫米波雷达 摄像头等设施把实施采集到的数据回传到云端 计算之后 再把安全和高效的驾驶建议发送给通勤车 从而避免人为因素或突发事件带来的安全隐患 在科技企业云集的科学股 低速无人清扫车 低速无人售卖车 低速无人配送车 低速无人安防巡逻车等 也在最近集中亮相 这些车辆全部接入了云控平台 实现与路端云端协同 能够更快速 安全 高效地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 它能做到的效果就是车不用特别的聪明 我们通过云端和路侧的感知及智能补充车的能力 对车的能力进行一个增强 甚至对于我们人开的车辆呢 也能够有云端的一个老司机或者驾驶的一个教练 能够给我们一个提示 让我们这个驾驶的更安全和高效 据了解 重庆高兴区正在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建设完整的车路云一体化基础设施 拓展丰富的应用场景 今年8月底 示范区一期将完成建设 约50公里道路将安装路侧设备 云控平台将更加完善 助力科学城构建完整的智能网联产业生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